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我看到各位的指教 然后有很多的留言 真的都是非常有水准的留言 因为大家对美国的了解 很多都比我更了解 那我们常常在看一个很大的国家 还有集合名词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能够 把片面就当做是全部 所以为什么要有民调 民调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每一次都要去采集不同的样本 那让做决定的人 做决策的人 可以知道要怎么去做决策 换了拜登上来之后 不只是说有一个蜜月期 而是他回到一个两党竞争的状态 所以一开始我们会看到说 卡马拉的民调上来 但是因为卡马拉他终究要面对民众 所以民众对他会越来越了解 他本来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总统 为什么说他没有声音呢 他不是笑起来很吵吗 不是 就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表现 拜登给他的任务 他也没有达成 包括网络安全 还有最重要的是边境 非法移民的问题 他都没有任何的表现 相反的 因为他有共产主义的信仰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父亲 他父亲本来在大学 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所以这个部分对卡马拉有一定的影响 那所以他随着他有更多的政策出炉 他所谓的政策出炉的时候 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 那所以除了看好度支持度 川普已经明显的又超车了卡马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有一个Signal这个民调 他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问美国人 你觉得加州现在的现况 如果变成全美的问题的话 就是大家都学加州 因为卡马拉一直在吹嘘他的加州的政策 对不对 他在加州怎么样当检察官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靠度不高 为什么 因为检察官就是一个打击邪恶的一个形象 对不对 可是卡马拉本身 他是靠着走后门 靠着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获得这个检察官的位置 你这个符合检察官的正义形象吗 再来他现在的先生 就他当检察官几年之后 他跟现在的先生结婚 而现在的先生却是在他第一段婚姻 为什么结束 因为他让他孩子的家教老师怀孕了 甚至后来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 还是处理了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正义形象 根本是不堪一击的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一个选举 到最后变成打泥巴掌 可是当他一直在吹嘘他的正义形象的时候 总有这一些他的负面的新闻会出来 所以大家自然会有一个心里会有一个评价 他当一个检察官是不是有说服力呢 也有别的2020年的时候的党内初选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众议员攻击过他 那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来进一步分析 就是他在法律的问题上面 他做了太多的措施 他对于法律应该要多少管制 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加州这个问题呢 问美国人 美国会不会变得更好 还是更糟 如果整个政治情况都跟加州越来越像 那当然是包括各方面嘛 比如说林元购啦 比如说他的未成年的小孩 不需要经过家长的同意就可以变性 诸如此类 那现在这份民调出来了 认为会更糟的是52% 认为会更好的28% 这是完全是压倒性的一个决定 所以加州将成为未来几天的选战里面 会有非常大的负担 那这次卡马拉他的政策 除了推出就是说他要做价格控制 那这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你这样子做的话 只会让价格变得更高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当你价格把它规定在一定的数字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花非常多的精神 到底什么项目 是什么价格才是公平的 但是它一定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说无法获利的产品 厂商就不会生产 或不会输入 那么货架上面的货品 就会大量的减少 那货品大量减少的时候 最终价格会上涨 所以控制价格到最后都会导致通膨更加严重 而价格事实上是通膨的结果 不是解决通膨的方法 解决通膨的方法 你还是要从货币着手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经济的概念 但是卡马拉显然是没有任何的经济概念 好 除了这一点之外 卡马拉还讲说 要去补贴 手购足 两万五千块美元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现在已经被 美国的媒体全面的批判 包括 它的永顿 支持它的这些所谓的传统媒体 都在批判这件事情 那只有大家没有讲到的就是 对于养育孩儿有这个幼童的补贴 婴儿的补贴的这一块 就是大家没有批评的就是婴儿补贴的这一块 有养小孩的你可以有一些税负的减免 可是那不是给你钱 那是税捐的税负的一个减免 多少钱呢 就是六千块美金 可以有一个deduct 那问题来了 就是你会为六千块美金去生小孩吗 那人口这件事情是一个国家的重重之重 所以我们就来看继续来解读 乔丹·彼得森专访伊隆·马斯克 在一集呢 我们要说他认定的人口政策应该是怎么样 然后他有完整的论述 大家不要觉得冗长 这个论述一定要看完 你才会知道他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一个结论 再来就是 为什么他誓言要消灭这一些觉醒病毒 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个人的疮痛在这个事件上 所以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说 他好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富 企业主他干嘛要跟政府来对抗 何况他过去以来一直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其实我们这几天在讲雷根 其实雷根最初是民主党的 但是他知道如果要反共 那个时候共产主义非常的严重 如果要反共只有共和党办得到 所以他转而加入了共和党 这是一个过程 那所以现在伊隆·马斯克有点像这样子 他原本是支持民主党的 他认为民主党的想法比较进步 然后他是精英政治 就后来发现不是 那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一集 会来剖析他为什么要支持川普 以及他对两党的看法 一样都在这个专访里面 那我们就一集一集来 这集我们就专门来讲人口 人口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谈了20年了 我跟高维邦博士在谈这个问题 已经谈了20年了 所以一直看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 讲了一大堆跟人口相关的 让提醒大家就是说 人口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台湾 所以在这一集 我们也会针对台湾的问题 跟世界来做一个比较 赖金泽总统说 台湾前进一步 世界也跟着前进一步 我不知道他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 这太夸张了 事实上当世界前进一步的时候 台湾可能再退后一步 一次就有两步的距离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看 为什么要谈到人口的问题 伊隆马斯克在接受乔丹的专访时候 乔丹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 伊隆马斯克一直以来都主张人口要增加 不是像一些传统的想法 或是比如说 曾古德博士 他就在讲说地球 没有办法承受人类的成长 所以人应该要少一点人口 地球才会更好 或者是说绿色片局 认为人类创造太多的二氧化碳 导致温室效应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访谈 我 try to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s and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them fall well one of the things is a decreasing birth rate which seems to be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prosperity yeah isn't that strange eh because you'd kind of predict the opposite, wouldn't you? As far as I know, every civilization that has experienced prosperity has had a declining population. There may be a few exceptions. Perhaps people can enlighten me. I'll look at the comments on this interview to see perhaps what I can learn. But it seems that, from what I've read, that almost every civilization, when they become prosperous, their birthrage drops. You think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emergence of something like a non-punished hedonistic egocentrism? Well, there's certainly many examples of civilizations. When they become prosperous, there is generally a trend towards hedonism. Yeah, well, you can get away with it if you're wealthy, because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foolishness don't smack you on the head instantly. Precisely. 好,第一段法庭就在讲什么呢? 他看了非常多的历史的书 那他对于这一些文明的崛起 以及文明的败落,甚至崩溃、消亡 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 当文明要消亡的时候 就会有人口的危机 那人为什么不生育呢? 为什么一个国家到最后 会没有人来承接呢? 这个交棒接不下去嘛,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Maturation itself consists of two processes, let's say The more mature I am, the more I'm bringing other people into the purview of my vision So I extend myself across other people be my family first, but then brought the community more broadly The better you are at that, the more people you can play a game with at the same time But you also do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future And that's actually as far as I can tell what the cortex is for It's to move you away from primordial hedonistic motivation to this more inclusive sense of future and community And that's a higher order self And so the default would be immaturity And wealth can obviously facilitate that 他就讲到享乐主义的这个问题 因为国家繁荣了富裕了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抱持着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承诺 他对于其他人也不关心 所以对社区,对于国家,对于未来 他就不会做任何的承诺 而对于未来做最好的承诺 对未来的投票 就是养育孩子 所以当国家越来越富裕的时候 出生率会越来越低 这是全球的问题 没有错 这是全球的问题 但是他们特别谈到了日本跟韩国的问题 我们接着看下去 The natalist front has actually been what would you say has been an input into that because I started to notice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was 20 years ago that I'd caught on to that it was not that long ago but I knew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terribly wrong with the fact that the birth rates have plummeted so terribly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I think in South Korea now it's something like 40% of men in their 30s are virginal It's some cataclysmic collapse The virgin and non-virgin th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but the fact that I believe the birth rate in South Korea is 0.9 I think Right which I think it even went maybe gone down to 0.8 last year or something but that essentially means that if you fast forwar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Korea would decline by 60% Right necessarily if you have a steady and that assumes Over what time span? In fact if that oh uh it's well Koreans are long lived so you won't see the numbers it won't be as obvious at first you'll just see that there's a very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old people Right because they live a long time but for predicting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any country the simple way to do it is say how many babies were born last year and what is the average lifespan in that country and that and then if if that birth rate if that number of babies stays constant then eventually the old people will die and that will be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it's very straightforward Right Right So if you look at say Japan which I think had on the order of 800,000 births last year and then you multiply that by the lifespan which is around 84 or 85 years you get to a population of that's in the sort of 60 to 70 million range which is a massive decrease from where it is today Right over 100 million Well it seems to me the combination of that lack of engag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side plus the plummeting birth rate it seems to me to be a primary biological marker of profound demoralization And having a having a kid is a vote for the future so if you if you intend to have a child like that that is that means you are you care about the future Yeah You believe in the future You believe in the future Yeah Having a child assuming it's intentional is it's the most optimistic thing Yes that somebody could do So 这个是 世界銀行的資料 就是美國現在的出生率 出出生率 大概是維持在1.6% 這個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低的情況 那一個國家的出生率 應該是要在多少呢 大概應該要在2.1左右 才能夠維持人口的平衡 那現在大部分的國家都沒有到2 都沒有到2 大概就在 在1.6这样的一个水准 像欧洲整个欧盟平均下来也是在这个水准 那欧洲出生率最高的是法国 他们有很多的奖励政策 比如说我们看匈牙利 那他们待会会特别谈到匈牙利的成功 就是要用什么样的力量才有办法把出生率抓回来 可是当大家都看着 世界银行的研究 就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是韩国 到0.8 那领领包是什么意思 0.8就是伊朗马斯克说的 你把这一年出生的孩子 乘与他们的平均寿命 就会看到80年后 如果他们平均寿命是80 那80年后这个国家会剩下多少人 以日本为例 80年后日本大概只剩下现在的人口大概一半 台湾呢台湾更严重 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其实才是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或者说你说它不是个国家 它是个地区 它是个岛 都没有关系 这个社会 台湾这个社会 出生率是0.667 这是2021年的数字 0.667 那有时候遇到可能是农年吧 出生率就会稍微高一点 其他情况就是逐年下滑 而且掉得很快 就是咚咚咚这样直接往下掉 这个跟台湾也有觉醒病毒 有没有关系 有绝对的关系 然后台湾是享乐主义吗 我觉得台湾除了有享乐主义的问题之外 更严重的就是 对于未来的认同 因为几次的选举撕裂这个社会 因此大家对未来的认同呢 就失去了认同 你失去了认同 你对未来不会有承诺 你甚至觉得自己活着干什么 你怎么还会生小孩呢 再来就是我们经济长期低迷 年轻人生不起啊 养不起啊 甚至连结婚跟约会都没有了 跟韩国情况有点像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 连男女朋友都没有了 再加上我们是亚洲第一个 通过同婚的一个国家 对我们的出生率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嘛 所以进步价值 对于台湾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民党几乎都跟着美国的这些进步价值在走 这是一个现实 那最好的指标就是什么 就是出生率 好我们接着来看 乔丹彼得森 举了一个例子 讲匈牙利 匈牙利怎么样努力的去提升 他的出生率呢 我们看这一段 所以我认为它可能是好 要有几个众论 和有不同的观众 人木延伍的事情 是有所需求 要求是 要去 buying 行为 要求超越少 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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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了 我们所欣赏的 也许是 要有危险的 不脆吗 因此 必预论 所以 虽然 经过 是 若非洲 never has been successful in that regard, by the way. They've made family policy planning their fundamental concern And that was driven, that was driven in part by a woman named Katalin Novak, who used to be President of Hungary. She's a very, very smart person. And they've knocked the abortion rate in Hungary down by 38 percent with no compulsion. Right. They have a 12 week limit in Hungary. Yeah. They've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by about 15 percent. They've knocked the divorce rate down substantially And at minimum They've decreased the decline in the birth rate I don't know if they've actually managed To tilt it back up in Hungary yet But they spend about 7% of their GDP On family policy 你看有哪一个国家 跟匈牙利这样子一样 对不对 他把他的出生率 从1.2% 拉回到1.5% 他们仍然不满意 他们仍然不满意 拉回到1.5%仍然不满意 那他怎么拉回来的 就是他甚至寄出一个办法 就是说你如果生到第4胎 那你就终生不用缴所得税 因为对这个国家付出太大了 养一个孩子整个成本 我还要你缴税 另外 他们还寄出一个办法 就是新婚夫妻承诺以后养小孩 那你可以贷款 这个贷款的金额 大概就是在 新台币大概80万左右 大概2万多块美金 那可是如果你后来没有生的话 那你这个是贷款嘛 你慢慢得还 那你如果有生呢 这个贷款可以少还 甚至完全不用还 所以我今天不是说像卡马拉说 我直接每一个人给2万5千块美金 让他去买房子 这是 这是完全不对的做法 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没有做任何的承诺 你到最后人口没有跟上 你最后这些房子都被移民空房了吗 为什么要做这样浪费的投资 然后你现在大量的让这些非法移民进来 整个国家会被大换学 他跟你完全价值观 生活观都完全不一样 你的宇宙观世界观也不一样 然后你直接把这些人大量的拿来稀释原来美国合法的公民 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像现在英国发生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好好的国家 一个社会 变成撕裂 变成动荡 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而伊隆马斯克为什么认为说 美国的人口应该要增加 世界人口应该要增加呢 第一他看到了人类的危机 就是很多的国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终究这个国家在世界他会视为 他完全没有影响力 因为这个国家会灭亡 没有人嘛 这不是关心美国而已 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那全世界这个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台湾 可是台湾有没有寄出任何的方法 有效的方法来改变这个问题呢 没有 薛亚利人家是拿他的所得 他的GDP的5%到7%在做这件事 台湾呢 没有 他转嫁给雇主 比如说要育婴价什么 就是雇主来承担雇主来吸收 可是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投入在这上头 我们可能有很高的军费的吃出 我们弄了很多东西 让台电去补贴这些绿能 然后通通都洗到这一些 跟绿能相关的人的口袋里 然后破坏国土 农田 余温通通都毁坏了 可是我们对于真正严重的国安危机 是人口的问题 没有做过任何的努力 几任总统都一样 所以国家没有有前瞻力的总统 事实上是一次又一次 每四年每八年在伤害这个国家 这很难回头的 台湾现在的出生率的问题 基本上已经很难回头了 所以我们听到一个匈牙利教授说 到底谁在赞扬我们国家的出生率的问题 我们国家出生率很糟 然后还传了一些资料过来 我们来看这些匈牙利自己本国的资料 你看他们讲的很夸张 说他们已经面临跟疫情大流行的问题是一样的 这是大灭绝 他们都已经重新站上了1.5 都快要到1.6的出生率了 台湾是0.667 我说你是我们的一倍 你是我们的一倍 然后你还在那边哭穷 对不对 那台湾怎么办 台湾是两半 台湾在这事情上是没有救了 因为再这样初估下去 照伊隆马斯克的计算的方法 事实上很快的 大概50年内 台湾会剩下现在人口的一半 接着下滑会更快 剩下人口的一半之后 下滑会更快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街上只剩下老人了 长照的问题 就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跟很多的准备在准备长照 这是完全本末导致 非常的愚蠢 而我们现在也看到 美国开始往这条路上走 而这是在民主党主导之下的结果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可以认清楚这件事 如果不认清楚这件事情的话 美国将会面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国家的危机 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常常就说 这个国家要强大 那个国家要强大 变成世界第一强 世界第一强有什么用呢 中国现在出生率也是急剧的下滑 这个问题在人口越来越长寿的情况之下 会越来越冒头 所以我们来讲这个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到底影响是什么 伊罗马斯克就说了 那就像被宠坏的孩子嘛 我虽然是首富 可是我不能给孩子 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 现在卡马拉就是在这样做 而且他还不是首富了 他给的钱还不是他自己的口袋拿出来的 左派有个特色 左派就是不牺牲 左派都是牺牲别人 然后要重分配 所以我看到有个朋友没有留言说 他就像是一个不做蛋糕的人 他自己不做蛋糕 把别人蛋糕拿来 我说我来分配 所以他在切蛋糕 然后乱分 分给不工作的这些被宠坏的孩子 这样子 既不公平 也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我们下一集继续来讲 到底为什么伊隆马斯克要大战这些觉醒意识 不只他认为的国家的危机 国家的危机是国仇对不对 他还有家恨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可以在相关上 但你还会就不来过这样的远言 里面 我们可以给大家赛兴 另一个人的赛兴 所以大家可以磁冧 来在平台上 可以跟平台上 平台上 愿棒的 значит全都会在同的地方 平台上 青山 传说在西藏的云端 孕育着生命之源 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 西藏好水 世界好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